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大佐关心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 如果贪生怕死的话 那就犹如武士道精神 现在老师病了 影响到了实验进度 所以我要代替老师 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不能耽误大日本帝国的计划 明目小姐 果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你们两位 虽然不是大日本帝国的子民 咱仍然要向明目小姐学习 是 是 明目小姐 我找你来 是谁让你解除和天虎君之间的误会 天虎君 必须效尊我们大日本帝国 而且 他也向我表达了 对你的歉意 我希望你们二位 能够 化解误会 齐心合作 这件事情 我早已经不放在线上了 灵目小姐 之前多有冒犯 向你赔罪 既然是个误会 那就到此为止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灵目小姐真是大人有大量 不过 灵目小姐长得真的很像我和家湾的一个朋友 董白堂 灵目小姐长得是不是很像八路柳青 是啊 我也觉得灵目小姐跟柳青长得很像 但是 无论从脸型还是气质 那柳青怎么能跟灵目小姐相比呢 而且身高也不一样嘛 赵司令 人家灵目小姐是从日本过来的 你就不要胡说八道了 你 好了好了 你们认过人呢 自古以来就和我们大和民族有很多渊源 长得像也不足为奇 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通力合作 尽快拿下观影盒打通关头 是 是 没什么事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等等 灵目小姐还有什么事情 苏美大佐 我怀疑有人潜入到我的房间 什么 要这就是 是 永本堂 在你的山寨里发生这样的事 你作为债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是是 是属下的责任 你现在立刻去给我查 到底是谁潜入了灵目小姐的房间 查到后 迅速先我汇报 是 连目小姐 十分保险 你放心 我会加大便利 保证你的安全 感谢孙本大佐官长 不够 紧 事办干净了吗 你放心 已经办好了 好 你去跟踪那个将领无钱带的 我怀疑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家处理 是 去吧 是 你看看 你看看 干什么 恢复得不错 是啊 给大家恢复好 我们好好地给小鬼子干一场 通话 有个事我想告诉你 我想把你调到后方去 把我调到后方 谁的意思 宋司令的 这是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不算数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你说 因为这个松感不土于母村 他是我同班同学 这个人的脾气性格 我非常了解 他属于那种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人 那又怎么样 我赵红花专门收拾的 就是这种人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态 所以我才要把你调到后方去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态 所以你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对付这种人要慢慢来 不能着急知道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跟他叫两句了 你看你怎么那么倔呢 你让我退到后方可以 除非有一天 整个观音河解放了 整个中国解放了 不然我绝对不会退出的 你这心态我能够理解 可是你待在这儿 实在是太危险了 知道吗 你觉得现在有安全的地方吗 日本人在的一天 哪里都是危险的 但是他枪子不长眼呢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何欣国我告诉他 其他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情 我就是不答应 快点 Kindern 我吃了 不要 我看着你 你 Pyot op 可以 脱落 我 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啊 還是跑快看那 走走 老闆來壺花茶 好嘞 小姐 您的茶 謝謝 請問我可以坐在這裏吧 可以 請問我可以坐在這裏吧 這茶這麼香 請問小姐您喝的什麼茶 我喝的是花茶 老闆給我以來壺花茶好嘞 銀子茶 老闆不在這裏 在那邊街上 大哥讓我過來通知你們 調牌人員 說謊 八路也太狡猾了 害我們等了一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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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六席同志 我是十二號 十二號同志您好 東西都在我的包裏 好的 一會兒咱倆分開走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也注意安全 好的 我會兒我先吃 我們就杯完蛋 小姐 鼓勵 すごい 醃 你们要干什么 他娘的 上当了 这不是流星 怎么办 走 大佐阁下 天虎君 什么事情啊 这么呼呼转转 没有要事向您禀报 什么要事禀报 我发现 天虎君 你发现了什么 我 我 我发现 天虎君 之后你们 顿顿顿顿顿的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 八路军这段时间 约分活动于青龙寨 如何零母险计 刚刚还在讨论此事 零母小姐认为 应该在青龙寨加大兵力 以防止八路军 收袭细菌工厂 那我就 不打扰你们了 自己 肯定我 这是潜伏在青龙寨的情报人员 送出的关于日军西军工厂的情报 这些该杀的 怎么办 司令员 打吧 我现在恨不得 就把这些娃娃高脑都崩了 可是 咱们感染的同志 刚刚恢复健康 如果现在贸然行动 不但救不了战民 反而还当了炮灰 司令员 我们不能眼睁睁 看着这些同胞 被他们做实验吗 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我向上级申请支援 上级已经给予了批准 我这次让你来 是要吃顶作战计划 选择时机 对青龙寨发起总共 好 那我现在就去青龙寨 把情况摸摸清楚 好 注意安全 这些都是真的千真万全 从哪搞到的 我派人跟踪他 跟踪他 你居然敢跟踪大日本皇军的人 大总 他根本就不是领目前台 而是八路柳青 当时帮着青龙寨打小鬼子 对不起大总 是帮着青龙寨与皇军作对 我姐姐心上人喜欢他 所以当时我决定杀了 那天我把他逼到野王国 还没等我开枪就有人开了黑枪 我派人下山搜寻 结果什么都没找到 连尸体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 就镇定他是八路柳青 就算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日文 我们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严信口闻 却不怕这么着 这件事事过重大 而且从东京方面传来的消息 林母前台有贵族血统 如果这件事搞错了 你额头会掉脑袋的 那 那也不能放他不管吧 当然不能 但也不能贸然心事 大总 我担心的是 他这次的任务 就是来炸毁西军工厂 西军工厂那边 我会加大兵力 总是对飞翔官人员进行限制 这样 他就不会有所察觉 我会给中京方面发出电报 重新核实一下 林母前台的身份 好 那在您的消息来之前 我再多派几个人跟踪他 可以 但是不要让他察觉 是 天护军 大总 你对大日本帝国忠信耿耿 皇军 是不会忘掉你的贡献的 你放心 只要拿下整个官爷和 打通官斗 我将提升你为 你想不到的官职 谢大总关心 那大总 我先走了 何兴国 何兴国 你怎么又不窗门就进来了 你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啊 不让我知道的 万一我没穿衣服呢 被你看见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小时候光着屁股我都见过 你别老说屁股的事行不行 你穿成这样干嘛 对了 你帮我看看 怎么样 像不像 像什么呀 农民啊 不像 比农民要好看 还比农民的脸白 矫情 行行行 屁股抬抬 去哪儿了这是 你坐一会儿 我先走了 你们告诉我你去哪儿呢 我去青龙寨 你去青龙寨干嘛 执行任务啊 执行什么任务啊 你管我执行什么任务 反正是任务啊 我跟你一起去 那不行 多危险啊 你一个人去更危险 现在青龙寨上上下下 全都是日本人 满城贴的都是通缉你的告示 我要去保护你 你以为我这是干嘛的 我都办成这样了 他们认得出来吗 不行 那不行 哎呦我真是拗不过你 行吧行吧离块去 我先撒不掉啊 等一下 真的假的 撒尿呢是假的吗 啊去吧去吧 快去快回啊 烦死了真是 我先撒不掉 撒尿呢 何欣果你骗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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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轻轻 跌动 转过来 什么人 竟敢闯入我零幕千代的房间 什么零幕千代 别动 再懂得还好开枪了 游戏 你说什么呢 我不认识我了 我是何清雄 快走 游戏骨 八嘎 你的枪是没有撞我的吗 还有 为什么出现在这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 是松本大佐让我来保护你的 等等 我的手受伤了 去把药箱给我拿来 快去 快去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的话 你早死了 不生我去了 你不就见个老情人吗 你至于藏着阴着吗 我认错了 我们是柳青 他就是柳青 怎么可能是呢 如果是柳青的话 他怎么会朝我开枪呢 他要不是柳青的话 你早就被他打死了 你 嗯 哎 行 你先别说这些了 想办法出去再说吧 哎呀 这当初是有病 怎么到我 这个 我去引开他们 你先走 你怎么引开他们呀 这个地方是我家 我想进就进 我想抽就抽 我知道有一个密道 除了天虎和我 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万一天虎带着他们来抓我们 那不是一样吗 这样 我去引开他们 别找了 走 哎 我说柳青说的真没错 你真是个突破 现在天虎没有来抓我们 分明就是柳青在粘着他 给我们撑出宝贵时间 让我们赶快走 行了别走 赶快走 给我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 铁虎君 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满意 我一定会向松本大作夸奖你的 不用了 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稍等 我的手不方便 你帮我倒杯咖啡 谢谢天虎君 好 好 你要的咖啡 谢谢 咖啡 咖啡里面没放糖吧 帮我加点糖 我拔糖 两块 两块 好 好 Let me 就是这个味道 有真没其他什么事我先走了 今天辛苦了天后君 我之所以不能对你承认真实的身份 是因为我早已被监视了 我相信会有战斗胜利的那一天 到时候我会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你 希望此时此刻你已经逃出了青龙寨 谁啊 我们 快点快点 来了来了 客官 我们不卖早点还没开张呢 走 是 老大 他想从后门逃走被我们抓了 你什么人 为什么要抓我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里掌柜的 掌柜的 你是掌柜的你跑什么呀 我以为你们是收保护费的土匪呢 你什么被黄军接管了哪来的土匪 我犯什么法了 你们抓人 说 在等什么人 在等我的客人 客人 我看你在等八路吧你 我一个做小奶奶的 我去了胡胆豹子心 也不敢等八路啊 你个死老头嘴巴挺拎着的 到时候把你带回去 你火箭板的嘴巴给敲开 我手给拔出去 才让你知道我的火箭硬 还是你的嘴巴硬 带走 是是 老大 他咬神自尽了 这样的 要给我埋伏好快 是 快 四立员 你找我 信光 你的伤怎么样 没事 擦破点皮 现在有紧急情况 什么紧急情况 刚刚得到密报 咱们设立在郊阳县城内的秘密电台 被伪军发现了 什么 这位经验丰富的郝同志 都牺牲了 没人心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有一位潜伏在日军的特工 没有被发现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和我们联络了 我猜想 他出于安全的考虑 没有打开电台 目前 他还不知道情报站被毁的消息 所以我派你去保护他 阻止他进入情报站 您放心吧 就是死 我也把他带出来 醒过 这次任务非常坚决 也异常危险 我思量再三 决定派你去 所以 你一定要和情报人员 一起活着回来 明白吗 明白 小姐 请上车吧 我没有叫车 您喝什么茶 我茶 那你先上车吧 嗯 现在没事了 星光 我们的警报船 已经被柜子断了 谢谢了很多同事 赏金派我来保护你 现在体谅 还查得严 到了晚上咱们就走 我知道你有任务在上 我现在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所以咱们都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 我不会妨害你的工作 上次还是我太冒失了 你胳膊上的伤 好了吗 没事 四吕 你看谁来了 柳卿同志 宋司令 柳卿 坐 柳卿 这次受苦了 这是我愤怒的事情 只是很可惜 没能摧毁锡军工厂 我已经派报部队 进入青龙寨 是吗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休息 休息 对 你已经为我们送出了 宝贵的情报 组织决定 让你暂时休整一下 司令员 我不能休息 情报站的同志们都牺牲了 我要为他们报仇 而且 细菌工厂里还有大批的群众受着非人的折磨 只有我最了解细菌工厂的情况 我要回到青龙寨 协助爆破队炸毁锡军工厂 柳卿同志 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怀疑 你的身份 已经暴露了 我现在顶替的林木千代 拥有日本的皇室血统 就算赵天虎怀疑我 也不能拿我怎么办 就连松本 也得尽我三分 现在 组织上为我争取的这个身份 来之不易 现在就让我撤离这个任务 那太可惜了 现在青龙寨上下都是日军和伪军 想要接进细菌工厂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有我这个身份 才能协助爆破队完成任务 没有谁比我更合适这个任务了 我去 王华 你怎么来了 宋司令员 我比柳卿同志更适合去青龙寨 我从小就生活在青龙寨 青龙寨的人头地面 我都非常熟悉 而且细菌工厂 就设在我的家 现在我的战民 正受着日本人的折磨 所以这个任务 必须由我来完成 洪华 你知道这件事多危险吗 再危险我也要去 柳卿同志就不怕危险了吗 宋司令员 你就让我去吧 柳卿 你怎么看 我十分感谢赵洪华同志的好意 但是 这是我的任务 没有完成任务 我就不能临时后退 宋司令 我潜入敌人内部的身份 来之不易 不加利用太可惜了 而且日军很快会完成 大批量细菌武器的生产 现在情况是十万火急啊 刘青同志 我弟弟赵天虎 他认识你 就算你化妆成日本人 也会被他识破的 一旦你的身份被识破 你的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很难完成任务 赵天虎现在的身份 还不能拿我怎么样 宋司令 现在就差爆破工厂了 宋司令 爆破工厂的事就交给我来完成吧 我可以带着我的独立团 还有爆破队去完成这个任务 宋司令 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能让两个女人去完成 还是我们去吧 你们都不要再争了 赵洪华同志 你还要协助核心国与日军打攻击战 刘青同志 是 既然你决定完成任务 那爆破任务仍旧由你来完成 好 爆破队已经进入山战 你与他们会合 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好 注意安全 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请司令员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里边请 你好 你好 坐 日军近期将安排西军工厂的兵力 这对我们极其利益 所以明晚就行动 炸毁西军工厂 有些组织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有什么作战计划 我们已经分成四个爆破组 以每两个组为一个单位 如果第一个单位任务失败 第二个单位将继续完成任务 好 今天晚上我用零木千代的身份 掩护你们安置炸药 这次行动 直取成功 不许失败 是 西军工厂的位置极其隐蔽 大东边是悬崖望娘崖 北边是绝陵峰 南边是大陆 但是会有众人把手 那我们从西边进去 不可 西边是龙本堂的指挥部 我已经勘察过了 龙本堂指挥部武装博弱 并没有什么兵力 龙本堂的手下马六心思缜密 他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 除非 这是个陷阱 那如何行 我们总不能硬转南路吧 不能硬转南路 我们只有一条路 这是望娘崖 望娘崖 对 望娘崖的地势 虽然是险恶 但对日军来说 也同样险恶 这条路对我们来说 是最安全的 好 那大家赶紧准备吧 嗯 兄弟们 抓活的 抓住之后太心有重赏 快 是 不好了 山下有活血军向我们逼近 多少人 至少有两三百人 那么多 咱们三十几个人 肯定批不过他们 大家先别慌 我去看看情况 走 好 好 好 同志们 我们被包围了 这样 大家先把弹药藏好 就算失败了 也不能让日军缴获了我们的弹药 是 咱们硬碰硬的话肯定吃亏 这样 我先带领一队队伍引开他们 到时候你们藏好炸药以后 迅速向东跑 今晚上 我们在望远崖见 六星同志 我来演护 你带着同志们藏炸药 你对炸药熟悉 我来掩护 不行 我随人保护你 这是命令 是 走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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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班 走动口都没心没包围入口 拿倒的来接我快 是一八二八跟我走 是是 其他人给我走快 是 我 不知买 注意隐蔽 让二次同志撤出以后我们再撤 集中火力 打 走打 快 走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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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的组织已经撤离了 同志们准备撤离 晚上再望远崖 开天再会合 好 好 撤 我没有撤 给我出来 快 阿鲁兄弟们 只要你们把柳青交出来 其他人该有追究 如果你们不交 一个不留 我去引开他们 你们往山上撤 不行 你要是牺牲了 这任务怎么完成的 我要是不出去 大家都要牺牲 行了 我们来掩护 到时候你替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就行了 阿鲁兄弟们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把柳青交出来 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要不然 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我先把那个灰树花的鸟干掉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不敢 快 有些东西都在这 都对了 我转了 给 快 啊 谁呢 哎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嘛 我还以为是巴露呢 巴露 难道你不是巴露吗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陵木千代 陵木千代 那你不在寓所里好好休息 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啊 我来勘察地形 不慎跌落的 大哥 别跟那废话 我得直接送到松本大所那 哎 咱们可是来帮赵天武的 把他送过去 那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吗 龙本堂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怀疑我的身份 大哥 赵天武来了 快点 我赶紧把他藏起来 追我上别让他处伤 快 走 到 快点 躲起 我们走 天虎兄弟 看到柳青没 柳青 柳青不是死了吗 他压根就没死 灵木千代就是八路柳青 不会吧 我已经查清楚了 灵木千代的真实身份就是八路柳青 你看到他没有 没看到 气得怪 我的人分明看到他从这儿滚下来 我也是刚到这儿 我听说赵团长 跟八路军打起来了 我就带着兄弟们过来帮忙 我刚才听到枪声挺大的 怎么样 没事吧 那些死八路还挺硬的 到死都不投降 全都要杀了 别别动 赵司令不忍厉害 老板堂 给我把赵子放亮点 一旦发现有些 立刻给我报告 他可是前方黄军内部的八路军 打算要是怪罪下来 你们都带着气 别怪了 你知道情况 别说吗 后面再搜一搜 走 是是 是 我们再到那边搜一下 是是 带回去 好 走 英雄斩 沙茶 多情罪 都说岁月无痕 都说岁月无痕 雪过天年乱 多少难舍的温柔 都归于一生叹息 都归于一生叹息 爱恨分明 快意恩仇 在年车里的温柔 里有一个人的温柔 如果花旗 我会为你绽放 当自由心态的旋律 向着山河大地 尘埃落定黄芜茫 因为有你相伴我愿意 这笑颜笔般的光影 蹉跎了流年 尘埃落定黄芜茫 因为有你相伴我愿意